老电影贴士 说说小故事 红线女与黄河的一段情 香港国运营谈首居一指的老实黄金单身汉 标准处男黄河 义无反顾爱上顶流乐剧零星红线女 却因涉及汉贼不两立的国共拉扯 以人才两空与无尽悔恨告终 尽管世界因黄河自杀未遂闹的港台人尽皆知 他撰写的绝命书与自白书亦成为指控 共挡红色陷阱的铁证 为从头到尾只有男方认知的一面之词 反观一心追逐艺术及政治理想的红线女 未曾对此吐露枝字片语仿佛一切不曾发生 从黄河笔下的阴谋到红线女的沉默 欲离清这桩桃色拳案 或可参考手忍双方的知名制片人 黄卓汉在其回忆录中的技术 配合报章杂志的内容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 回顾红线女与黄河的相视从而互动密切 始于两人首次合作主演的 愿与都会喜剧《富贵四浮云》期间 彼时红线女才和首任丈夫长起24岁的 马施增宣告分手 电影开进当日现场挤满大批好奇马红离婚的记者 面对有无打算再婚的问题 红线女坦言 还未想到到我结婚时再通知你们 实际上色意双全的红线女周围 一直不乏有才有权有钱的男士追求 自情鉴指导的慈母类轰动港九后 爱慕者更是多不生疏 坚定自信的他则含有动摇 谈到红线女黄河对其心性赞誉有加 我所认识的乐剧女林和乐剧红心中一位 很了不起的演员 她付感情有人情味乐于助人 对艺术执着终身热爱 名领马施增提拔他登乐剧舞台 他感恩嫁给马老大 即使后期他的成就 尤其在电影成为红心 他在家还是尊敬丈夫 反家相夫教女完全是个管家婆 一切都以马老大马首是瞻 话虽如此 双方还是因年龄差 与男方出轨分道扬镳 不巧不巧黄河就是在红线女刚挥单不久 因拍片朝夕相处 服役年龄相近话题投机 与女姐谋生情谊 或许是未蹭马红离婚热度 富贵四福云广告义友所知写道 红线女责婚对象给你一个答案 没成想电影里她所钟情的对象 现实中已彻底钟情于她 杀亲后红线女黄河持续来往不断 爱情深温的同时 却无可避免面临国共对立的选边战难关 也就是隶属亲台湾国民政府 香港自由总会的黄河 与和中共政权关系紧密的红线女 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立场鸿沟 黄河一面在台烙军拍信 一面挂心一海之隔的女友 焦头烂额的焦躁不安 尽在请她来台的黄卓汉眼里 这份急欲反港的情绪 在她与台中主演《日月谈之恋》期间 因红线女的来信彻底爆发 黄卓汉回忆总是笑口常开的二哥刘恩贾 难得一本正经向她告密 不好了黄河要开溜了 还未向本人确认黄河就跑来对老板吐露真言 红线女自大陆观光归港后随即下定决心 下个月要反大陆工作以后无法见面 请黄河务必与此前回港 否则将终身遗恨 对于秦海波澜的奏变黄河坦言 当时我无法了解她的情况 对她更是非常的挂念 向公司方面极力的催促 要求赶快把工作告一段落 着急的不行的黄河 依反向来文职彬彬的好好先生形象 要求先跳拍自己的戏份 好让她尽早回港 甚至出言威逼黄卓汉 了不起控告我好了 大不了赔偿所有损失 要知道黄河在国语影坛 是和千面小生严俊 相提并论的犹太人士 平时喝杯咖啡都舍不得 为红线女进不惜赔付金钱 可见事太严重 黄卓汉不愿演员因闹情绪 致影响表演 答应半个月内拍完 让她去封好了 尽管渔公渔司皆成人之美 黄卓汉的内心人犯低估 其实我明知道黄河追求不到红线女 后来果然追到大陆去都无效 根据黄河的说法 一回港就马上与红线女见面 女方言谈坚定是希望两人一同回大陆 我们只有回去替人民服务 才能有保障而永远在一起 也才能发挥我们的工作能力 政治属性不明显的黄河 担忧赴台经历是否会引来中共官方歧视 她比较的红线女温柔安慰 这些都是过去的偏见 大陆是没有的 我这次决定回来也是为了你 为了我们永远地在一起 经此讨论感觉到她太爱我了的黄河 于1956年上旬先与亲共影人赴澳门参观中国民间艺术团表演 加盟左派的艺文公司 后夕全部升加20万港币 当年基层警员的月薪也只有125港币 随红线女脚步回归祖国 不料抵达广州后即连见面都稀罕 难得有机会对话 内容却是令南方五雷轰顶的决绝 世杰我们过去的不要再谈了 我承认欺骗了你 不过你要知道我这样做也是很痛苦的 爱情落空钱财糟扣 截然一身的黄河万念俱灰 回港后没多久 十年37岁的她于奸杀局山林到寓所 扶持十余片安眠要寻短 索性及时送一喜味才挽回一命 人才两时的黄河体重从148磅降至128磅 对红蟹女的感情也从无尽的爱 转变为凄凉的痛 此后黄河成为控诉 共产党利用女色诈骗的活见证 从国民政府一方的弃名投案 转为投奔自由 鉴于红黄恋轰动一时 一些距深一眼的片商 均力邀黄河清灯一幕 演出与红蟹女的真实故事 为自觉前对我已不重要的她 心中已另有计划 其许能将做错转化为赎罪 复日调理因服毒 导致胃部重创的敬仰期间 一个以红黄恋为基础的故事开始酝酿 1957年秋完成名为痴情的剧本 情节描述一对青梅竹马 本有美满婚姻 却遭人从踪作梗 苦命鸳鸯被迫流离 失所凉两两双目失明的悲剧 虽说是脱胎自语红蟹女的感情经历 唯情节已是经过转化再转化的暗喻 在电貌营业的协助下 黄河如愿自编自导自演 并请来小几二十岁的丁浩为女主角 只是拍摄过程因黄河的种种坚持而困难重重 自1956年为爱投奔中国到1962年将爱翻上荧幕 这份跌宕起伏的痴情历经六年才得面世 别于多数有来有往的银色恋情 黄河与红蟹女却是一个轰轰烈烈一个悄无声息 为证明爱情真的来过 黄河维闻细数互动点滴 一出是女方寄来的多封情书内容包括 小别墅天也黯然欲哭 我想你知道了更可安心了吧 要是我并不爱你的话 哪会有这样的感觉 分离才知道相聚的可贵 除了睡眠外就是再看书也会不其然地想起你 然而这些把黄河迷得七婚八素的真情实感 或许并非来自女姐手笔 熟悉她的朋友皆认为不像女姐的言辞 怀疑有人利用黄河对红蟹女的好感 对她发起情感统战 透过饱含情义的书信往返 达到将其拉入阵营的目的 这或可解释为何黄河与广州再见红蟹女时 会得到女方欺骗了你的回应 不过爱情梦断的黄河人坚持 字却是她的字 又或是红蟹女有难言之隐 相较现实里捉摸不定的感情谜团 红蟹女黄河唯一合作的富贵四福云 则是令观众玩耳一笑的爱情喜剧 片中男女主角都是讨厌应酬与虚华的富人 因错阳差矣穷人伴向相遇 又为隐瞒真实身份而编织善意谎言 最终踏实可靠的经理儿子发掘恋爱对象 竟是清明聪慧的董事长 既富贵又善良的两人中的喜结良缘 常说戏如人生 演了半辈子戏的黄河 肯定希望人生如戏 无奈世事难料 徒留爱情似浮云